好的咱们已经4点了 我们先测试一下设备 家长们都能听到声音吗 可以吗 如果能听到 咱们在聊天区打一个1 好吧 好的 谢谢 很好 OK 因为我看很多家长可能还在路上 对吧 或者是还在 因为正在接孩子的路上 所以我们再等最后一分钟 我们现在已经102位家长在这边了 好 我们再等个小一分钟 我们就正式开始今天的这个讲座 因为我看很多家长还在群里在问 对吧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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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现在已经119位家长了 咱们对吧 等最后一位 好吧 120 好 说来就来了 可以可以 那咱们正式开始 正式开始 好的 非常感谢家长们 这个叫什么 百忙之中 来到咱们今天这个讲座的分享 昨天才考完 对不对 那么相信来的家长 基本上来说 咱们孩子都应该是参加了 这个实弊的考试 所以咱们应该是有很多很多 很关心的问题 想要在今天这个讲座上 得到一些解答 那么可能昨天考完 这个根据考试的情况 对吧 心情可能都不太一样 有的可能就很激动 哎呀 这一次实弊 觉得发挥这个超常 拿下了一个很不错的成绩 然后有一些可能就会觉得 这个和自己想象的 有点不太一样 对吧 在某些方面做了充分的准备 然后会发现说 好像我之前准备那些东西 这次考试没用上 会有这样的一些感受 所以可能不管是从 咱们孩子 还是从家长的这个角度呢 都会觉得 这一次的AMC10 跟以往的考试 确实不太一样 所以这一次呢 我们就结合两次A和B 这个考试的情况 然后进行一些分享 在整个讲座过程中 OK 没关系 首先第一个 我知道有些家长或孩子 会比较激动 会想要晒一下自己的分数 因为今天应该 只要在Think考点 得到的进行考试的用户 应该都已经 这个获得了我们成绩的一个邮件 然后虽然现在这个成绩 是一个非官方的一个成绩 但是基本上来说和整个 你最终的成绩 不会有太大的出入 不会有一些很特殊的一些情况 OK 好 那么对于今天这个讲座 首先明确一下规则 就像我刚才说的 咱们应该会有很多 这个孩子在里面 会比较激动 想要去分享一些自己的成绩 但是在整个 我讲解的过程中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我们先怎么样呢 先让我把这个部分讲完 然后我会在某个部分 某些环节 提一下我 让大家对于前面的这些内容 有什么疑问 我们一起来解答一下 或者一起来分享一下 就是有一些建议也好 一些意见 OK 好 等到最后讲座的最后 我们也会给一个集中的时间 然后解决大家的一些 疑问和问题 好吧 好 那咱们就其他的不多说 我们就直接开始 直接开始 哎呀 还在陆续的进 有 这个教授们还在 进教室 那就让我们其他老师进行辅助 把家长们放进来 好 首先呢 这个做一下自我介绍 可能 这个有些家长不太认识 我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 大家可以叫 奥斯卡 对吧 然后我现在是 在咱们 Tank Academy Olympia Year Two 这边是作为主讲老师 在大家孩子们一起学习 然后我的话是 有比较多年的数学教学经验 因为之前在2011年的时候 就在国内广州学24就 担任数学老师 然后最早的时候 从小生初开始 然后从小生初的一些杯赛 然后逐渐到初中的一些联赛 以及到高中这个部分 所以对于整个小学竞赛 然后包括这个中学的联赛 这块我都是有一定了解的 然后同时呢 对于咱们整个美国竞赛 这块的路径 应该也是非常的清楚 非常清楚 好 所以这个就不说了 对大家能看出 对吧 虽然 这张照片我算一算 这都已经是六年前的照片 六到七年前的照片 好 我们这个部分就快速过去 然后接下来我们说一下 今天讲座主要内容 可能家长们很关心的问题是 老师你不要说内容了 我现在已经知道孩子的分数了 你就告诉我 对吧 这一次实际大概这个分数线会是多少 其实这个分数线本身啊 对吧 它不是最重要的 不是最重要的 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在 在这个环节中去发现 我们可能孩子 哪些地方 还可以提升 对不对 然后以及接下来 该怎么走 所以整个接下来呢 我们会从四个方面 来进行一些分析 可能有一些部分是之前 大家在10A的讲座里面 已经有些收获了 那到那个环节呢 我们可能会会稍微怎么样呢 就是有些重复的部分 我们就不说那么多 那么更多的是感受一下 就是整个的这种变化 好吧 OK 好 然后我们接下来 首先第一个呢 几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我们是针对于10B这次考试 进行一些题目的一些分析 然后呢 看看我们整个MC实质考试趋势 它今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然后接下来呢 是整个考试结束了 那接下来我们不同目标的用户和孩子 我们该做什么方面的准备 对吧 比如说我现在 今天是我第一次尝试 我觉得还不错 那么明年的时候 我就想拿下拿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成绩 一定要拿下AMI Qualify 或者更高的成绩 我该做哪方面的准备 那接下来呢 就是AMC10 其实不是我们的一个终点 对吧 我们知道 这个未来的这个路还很长 还很长 所以 我们其实进到这个体系 怀揣这是对 哦 我是要去到美国前500名 要去到US AMO 去到US GMO 甚至于更高的这个目标和梦想去的 所以我们会针对这块 我们去对整个Think Think Olympia 能够给大家提供的一些资源 进行一些解读 然后最后就是 如果我们明年 继续要准备MC10 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准备 以及有哪些资源 能够在Think获得 好吧 好 那么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 首先第一个部分 MC10 然后分析 首先呢 三大 感觉就是有三个整体的部分 但是 在这三个整体部分之前 我觉得有一点是 孩子们感受比较深的是什么呢 就是 不能 就是要跳出 要跳出我们的思维定式 这个思维定式 不光只是说 针对于知识点本身 我觉得更多的是 对于这个考试的认识 其实不光是学生 其实 作为Think Academy 作为老师 指导老师 也要跳出这个定式 比如说 我们以前常跟孩子们讲说 哎呀 对吧 这个 代数几何 这些部分肯定都会有 然后我们按照每年的分析说 这个几何 每年都会占很大的比重 但这一次 孩子们应该就会有比较深的感受 对吧 不管是10A还是10B 整个9米曲 整个几何知识的内容 占比非常的低 我们在考试10A的时候 我们都说 10A 9米曲 一共就三道题 还有一道题呢 其实不太用9米曲的Property 它更多是一个 一个代数的一个运算 所以我们就会认为 10B 这个老师一定会出很多几何题 结果不是呀 对吧 结果不是 就很有可能10A和10B是同一个老师出的 结果呢 这个老师他不喜欢几何 所以有很明显的个人风格在 那么更偏重于什么 我们数论技术啊 排列祖国这个部分 所以这种类型 一下子让我们很多孩子有点 这个怎么说呢 有点措手不及 尤其是我们9米曲 第一次尝试 对吧 正在9米曲 这两个学期 我这没用商呀 有点感觉这个就 对吧 学了屠龙树 结果蒙没了 就这种感觉 好吧 OK 所以我们先这个 好 还有持续在有这样进来 所以这是第一个 就是跳出的定式 就是什么呢 就是不要觉得说 哎呀 这个知识点 它 它都比较平均 这个因为10 就MC10的命体啊 还是有 比较明显的个人风格在的 就是每年换老 就是 比如说隔两年换老师 命体之后 这个风格就会发生 很明显的转变 所以 我觉得有的时候 我们去进行一些预测 它不太具备这种 可预测性 可预测性 所以 这是这个方面 第一个 思维定式 第二个思维定式是什么呢 是 我们常说后面的题 往往比较难 对吧 确实 但这一次呢 尤其在实弊里面 会有这样的感受 哎呀 老师 这中间的这个 11到15题 怎么这么难啊 对吧 不好做 反而是后面的 22 20几题 对吧 尤其最后一道题 非常简单 对吧 所以 这也是另外一个定式 是我们常说 后面的题一定会难 前面的题一定会简单 是不是一定呢 并不一定 这个训练方式 其实我们在以前 模考的时候 是给孩子们 创造过这样的机会的 我们当时有把 后面难的题目 放到前面 打乱题目难度顺序 就是当时 有些孩子觉得 啊 老师 你是太坑我了 对吧 对吧 你这个不符合 这个IMC10的 这个密题的规律 不是的 大家能感受到 这次实弊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 比如说 这次实弊 可能中间有道题 可能15题 相对偏难一点 你15题和25题 放个顺序 我觉得都 都是都是合理的 所以啊 这个两个思维定识 是要被挑出来的 当挑出来以后 我们再进行具体的 考证分析 好吧 第一个 整体来说偏简单 但是这个简单 是相对而言的 因为有些孩子说 啊 老师 我这个 不论这个部分 一直是我的弱项 对吧 然后我校内的东西 很扎实 我学的很超前 我Algebra 2 学完了 我甚至有些 procalculus的东西 我都开始学了 但是呢 在这次考试的时候 你就发现 发挥不出来 就很正常 对吧 很正常 这是第一个 就整体难度上会低 就是难度上会低 半导体到一导体左右 半导体到一导体 但是呢 整个压轴体 我觉得难度是实必 压轴体难度是比较低的 比较低的 就刚才所说 如果真的是要 进行排序的话 它25题应该要前置 甚至前置到15 16题左右 这样子 是比较合理 第二个部分就是 整个数论 依旧占比非常高 在实验里面 我们当时就讲过 对吧 这个部分 大家看前面的那些 跟这个 Number Zero相关 然后跟一些 这个英背之河 相关的一些东西 非常非常多题目 各种操作题 所以呢 还有很多是 就是题目是 直接只考察 一个竞赛支持点 考察提醒相对单一 但是呢 就是这么有竞赛支持点 就是考察里有没有学过 所以就是这个部分 然后第三个部分 就是出现了一些比较冷门的考点 比如说 欧拉定理 对吧 就这个部分 如果是没有专门学会竞赛 我觉得孩子只能去靠 非常低小的方式 要么就是去美举 要么就是只能去靠猜 猜 往往猜错 对吧 好 OK 所以这个部分 但是呢 整体难度 其实这个整体难度 我们前面说了嘛 是相对的 我更认为是 前实体的前实体这个难度上 可能会难度会偏低一点 但是后面的题目难度并不低 OK 那么对于整个知识模块 这个部分 大家来看到就是 代数和数量的占比 基本上来说和10A是一致的 集合题稍微变多了一点点 但是也没有超过10% 也就五道题 五道题 但是其实有一道 就是相对偏 也偏代数 所以 整个这一次MC10的几何的占比 是相对比较偏差 好吧 好 然后各个模块的分布是这样子 那么其实我们前面说 老师呢 那这个老师喜欢代数 那个老师喜欢几何 我们怎么准备呀 好像是一下子就慌了 其实不用慌 因为不管这个 命题的老师 他个人风格怎么样 对吧 就是他所有的内容 不会超过我们所需要的那个考章 那么这个考章 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 相关的模块 代数输了几何 就是概率 这四大模块 对吧 你一无一时的把所有的知识点 对吧 全部把它 就是无死角的去把它梳理一遍 每一个里都会 那么大家想一想 万变不利其中 就不管这个老师 他是偏中什么 对吧 正确说他几何一个题都不出 我也能 也能做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看 这些内容 从1到25 所有知识点对应的模块 都是我们长期班 所学习过的 不存在任何的知识点说 这个我们课上没讲过 然后突然之间 孩子们就懵了 不存在这样子的 所以从 大家能看到 从H8-1开始 对吧 有一些是属于9MG的内容 有一些是属于 MC10CAMP的内容 所以这其实更多的是考察 我们孩子们 平时学的够不够扎实 就是平时那些题 当你见到的时候 当你会发现 老师讲这道题 我听懂了 但我当当自己做的时候 我没听 对吧 又做不出来 但这种时候 我们有没有 去认真的去把这道题 从头到位 我不能放过它 我把它再做一遍 所以啊 就是平时长期班 对吧 我们说这里面的例题 包括作业 这种错题不要放过 你放过的每道错题 总有一天会考到你 好吧 可能是在MC10 也可能是在别的地方 但是不管怎么样 它总有一天会考到你 所以呢 很关键 很关键 重视我们平时的学习 所以 这个环节中 更多想跟大家去分享的是什么 就是 不管这个老师 他是什么样的偏好 他是什么样的命迹形式 所有的知识点 都是在这里 都是在这里的 所以 与其去研究 下一个学期 不是下一个学期 说错了 与其去研究 咱们下一个阶段 下一场考试 明年MC10 这个老师出题工作是怎么样 不如 我们就怎么样 稳扎稳打 把自己 这个 所有的知识模块 全部都选明白 好吧 好 然后 这是 这个部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针对于 这个 MC10B 就是分 我们的 低难度题 中难难度题 和高难度题 我们进行一些分析 好的 咱们家长稍微 静一下音 好吧 谢谢 不好意思 好 首先呢 我们来说前实体 整体感受上 前实体难度是 比MC10要低的 比10A要低的 因为 大家能明显感受 计算可能就偏少 而且相对来说 非常的直接 所以 如果平时咱们孩子 比较关注于 前15体那种难度的孩子 其实在这次考试里面 是有优势的 更容易取得高分 基本上说就不会出错 而且前实体的坑 是比10A要少的 没有太多那种 一错的那种点 基本上说你 找准了对应的方法 就直接能做了 对不起 所以前五题 就是带助模块 而且这次数列 一共考察了三道 三道到四道数列题 所以这次还是 有些代数的评论 好 然后呢 最大的挑战 依然还是数论的部分 所以对于数论的部分 一直有孩子 就提到数论都 就觉得 哎呀 我这个东西就怕 其实不用怕 对吧 怎么样去 这个 真正的证实 面对它 其实很简单 你就是集中把数论 那几套知识点 全部拎出来 一个知识点 一个模块 一个模块的 就是把它过掉 可能前后花不来多久 都长的时间 说一个月吧 对吧 可能 就其实数论这个话 你就基本上来说 你就全部解决 就能告别它 就能告别它 就不会再害怕它 往往是你平时 看到数论题就不做 看到数论题就跳过 你真正到考试的时候 你怎么可能有一种超超发货的形式 去解决数论 对吧 好 然后这是前十题 然后整体难度上 还是就比较低的 就是尤其前面送分题 就是没有坑 没有太大计算量 就大家能感受 对吧 前两题 就是这种 都是直接的很巧 就是很直观的 这种运算 很直观的运算 甚至于说 这个跟MC8的起因 我觉得都差不多这种难度 所以在报告室 也跟跟老师们去分享说 哎呀 感觉这次出MC10试卷的题 这个老师 之前应该是负责MC8的 所以他的很多这种命题的方式 以及他喜欢考察的一种 一种形式 就很MC8的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 所以呢 对于我们目前 就是水平能力是在 大概得分 是在80到90 这个阶段的孩子 其实是比较友好的 比较友好的 好 然后呢 后面的四五题 这是就是连续的数列题 就是 而这一次 他把相同 或者说 考察的接近的知识点 放在了一起 这种题号连贯 其实对我们孩子来说 是更舒服的 更舒服的 当然你说 老师我就不喜欢数列 对吧 他接下来连续两条数列 两个题就数列 你说是不是搞我心态 对吧 一下心态可能就崩了 有可能这样的情况出现 对 但是如果你是 因为数列这个东西 还是在这里 还是相对比较基础 就在我们H1也讲过 在我们MC10的CAP也讲过 对吧 所以这个部分 我觉得还是比较简单直接的 比如说第四题 它其实就是一个 先用这个 对吧 求和的 用这个 1到N的 这种求和公式 能够推到2024 在哪个位置 然后去看它 对应的是 第几项 就可以了 当然这里面 其实还有一些 就是虽然说计算量不大 但是大家能感受 比如说这里 N乘N加1 它等于4048 这个时候 其实需要有一些 估算在里面 所以这里面其实是需要 有一些估算的东西 在里面 对吧 你大概就知道 A4048 它的一个平方根 会在哪个位置 对吧 大概有一个多算 所以这种题是需要的 第五题也是有类似的一个结果 那类似的结果 就是你理解这道题要干嘛 其实就很简单 对吧 你像1到99 那么基数 这个我们都知道 它的这个结果2500 对吧 那么我们要取的是 怎么样呢 是取它一半 大概一半的位置 所以大概一半的位置 也就是说 当我们要第一次把它变成复数的时候 那后面经常都变成复数 对吧 因为它要尽量的少 所以后面的数字都变成复数 那前面的数字 尽量是要接近一半 也就是一 对吧 当去接近1250的时候 这个时候又有一些小的技巧在里面 比如说如果你还是按照 怎么样 还是按照 这个1357去用求和公式 也能求 但是时间就会 就会少一些 就会就会需要用的多一些 但如果咱们记得怎么样 从一开始连续的基数的和 对吧 就是中间数字的平方 是不是就简单多了 或者说就是那个 有几个数字的平方 比如说1到99 对吧 它一共是多少 一共是50个数字 所以它的和就是50的平方 那就我们就去找 哪个数字的平方 大概是接近1250呢 这时候就会发现 35的平方 1225 对吧 它刚好比1250小一丢丢 所以呢 35 这个结构就出来了 然后 我说好第7个吧 前面几个 然后他说老三 Thank you OK 所以这其实就是 我们怎么样 这个 怎么说 一分钟完成题目 和三分钟完成题目的区别 就是大家能感受到 对吧 在刚才的这个分析过程里面 OK 好 我们继续 我们继续 我看大家发了很多聊天的记录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样的疑问 OK 好的 那如果是跟 对吧 如果是这块没有什么疑问 我们就继续往前走 继续往前走 所以这个部分 那接下来第7第8题 这个部分就考察我们的 那个基本数论的 英北之河这个部分 所以 对于同余问题和知音数分解 首先知音数分解 这个是用每个厂考的常备 对吧 所以说问题应该都不大 那么第一个部分的同余问题 其实在我们任何混 就是Algebra1里面 以及包括这个 Camp里面 其实都是有设计的 都是有设计的 简单的说 就是我们会用找规律的方式 或者说直接用同余的 这种运算的方式 去得到它的这个 Reminder 对吧 这个对于多数孩子来说 第7题其实不算难 即使我们用找规律 也是能做出来的 所以这道题 比如说第7题 你放在MC8 它也能做 孩子做两下 就发现 这规律就回来了 那第8题 也是一样的道理 那第8题 这次考察的是什么呢 是因数的G 因数的G 那么这个确实在 我们平时可能 之前跟大家讲 这个因数个数定理 包括因数的和的时候 比较少提到 因数的成绩 其实这个东西也很好理解 因为你只要去把这个 把因数成绩的个数找出来了 对吧 那其实因数的成绩是多少 也就找出来了 对吧 当然这里面其实42 我们一个一个把它列出来 也能做 也能做 所以不熟悉 不熟练的情况下 我们就 它的Divisor 1 2 3 7 把它列出来 熟悉的情况下 根据42 2乘3乘7 很容易得到怎么样 它的因数的个数是8个 那因数的是8 因数个数是8个 我们知道 每两个因数 它的成绩 乘起来就是42 对不对 所以8 乎1 2 那么相当于4不 那么42的4次方 最后结果就是6 也就得出来了 所以这其实就是我们 平时做多了这种内心的 一些提炼 一些提炼 对吧 我们就不需要去把它 一个一个列出来 然后去找它的这个 最后的成绩 所以这是部分 所以当你直接记得了 因数基的这个 这个公式 你就知道 哦 我只要找到它有多少个 多少个 对吧 然后再用那个 42 对吧 四次方 就可以了 OK 好的 那我们继续 好 前面大概我们挑选了几道 简单题的进行分析 那接下来说一说 11到20题 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在这一次 实弊里面 我觉得是考导了 多数孩子 就多数孩子在这里 在这里 吃亏了 吃亏了 原因在哪呢 在11到15 这个部分 有大量的阅读 嗯 大量的阅读 然后结果有孩子呢 就是一下没读懂题目 然后一发 或者一下发现 题目描述的太复杂 太长 然后就直接就心态就炸了 啊 就就跳过 跳过 跳过 然后就发现 哦 就是跳太多了 然后 那我心就慌了 就不能踏实的一个一个去做 所以其实整体来说 它难度 并不高 在整个基本的代数几何 技术概率的部分 都是一些常规的知识点 而且呢 没有综合的题目 没有说把代数和几何 结合到一起 或者把技术和几何部分 结合到一起的几何技术 这样的 几乎都没有 都没有 但是呢 哎 着重的 我们对于数量的部分 考察了一些 更深的知识和定理 但是 知识和定理更深 不代表这个题目考的深 而是当我们知道了 某一个知识和定理的时候 这个题 简单的说 就是秒杀级别 好 我们先看看几何的部分 几何的部分 这些题 是我们平时作业题难度 作业题难度 11题这种题 对吧 一看到这种垂直 我们知道 讲过的三垂直模型 那三垂直模型 完了 我们知道 它有一个ratio 一个相似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直接去根据 题目给的什么样 面积相等 能够去把一些边都描述出来 其实就很简单 很直接 好 21题这道题呢 当我们画出图来 就这道题 为什么没给图 是因为我们知道 它会有两种情况 但是其实题目 已经给了一些暗示 这道题有两个结果 为什么会有两个结果呢 因为它说什么呀 它问的是 Losama的possible reading 所以它一定会 多种情况 要不然 为什么要求Losama 所以很容易发现 它是有一大一小两个圆 那么对于这两个圆 大的圆相对好找 因为它只要跟大的圆 一样就可以了 对吧 那小的那个圆呢 其实也能求 也能求 它求的方式是 这就是我们尝试到 空切线 空切线的长度 对吧 空切线那个长度 那个长度 孩子们应该还记得 我们是有公式的总结的 如果没有总结到公式 或者你忘记那个公式了 那你就得从头开始 推倒呀 对吧 这个斜边 这条长度 是两个半径的和 那个垂线的 另外一条lag 对吧 那条垂线 它是多少 它是两个半径的差 然后当我们用购物定理 把它计算起来的时候 哦 最后得到结果是四倍的 什么呀 两个半径的成绩 再取它的自观 对吧 所以是两倍更好 但是呢 当我们熟悉了 我们记住了这个公式以后 直接用 基本上来说 这道题就是一分钟以内 一分半 放一分半 好 那么刚才所提到的考察的 更深的知识和定理 就是18题 以18题为例 这个题 如果会了欧拉定理 其实基本上呢 是就直接就 就做出来了 没有更多的运算 如果没会的话 这道题 就不会欧拉定理 这道题基本上说 孩子们就会在这里 就 所以其实没有太多 要说的内容 就是 就说明什么 就说明这个东西 MC10它会考 它是在考察范围内的 然后我们之前在 MC10看不到的时候 我们有教过这个 包括欧拉定理 包括这个费马小定理 他们都是一起的 所以如果是没有学过竞赛 基本上能说 做不出来 好 好 那接下来呢 最后五题 对吧 说来宋分体 宋分体都在压轴体 简单的说就是 压轴体不压轴 或者说 我们 我们这么说吧 可能是这个 那个 那个命题老师 有意识的去把 这些题目的顺序 进行调化 对吧 不让我们猜中 他的套路 他有点反套路 对不对 他说你们 以前都猜测 我要这么命题 我今天就不这么干 对不对 反正都在这 都在这 所以我们之前 做模考的时候 有些孩子开玩笑说 老师 我都喜欢 从最后一题 开始往前做 今年可能赚到了 今年实弊可能赚到了 所以呢 今年整个压轴体 难度并不高 所以考试策略 这个要有的 我们之前说 你基本上来说 根据自己的水平 你是看前15题 还是前20题 就是一般的 根据自己的水平去判断 但是呢 后面的题 是不是看都不要看 要根据你前面的 完成情况 如果你发现 你前面完成的不好 对吧 你前面都完成的不好 你后面稍微 还是得过一下题 因为有些题 尤其像最后几节 其实他的描述 一看完就知道 是怎么回事 就你读完题 十秒钟之内 脑袋里有想法 这个题 你就可以开始尝试了 开始尝试了 本身他计算量 也会特别大 对吧 好 OK 对吧 都是一些 像非法 因为比如说 最后一道题 对吧 大家感受一下 这个步骤就这么一点 甚至于跨速一点 我们都直接可以解决 就是非常明确了 根据图 有点看图说话的意思 坦白讲 这题我放在MC8 就是只是说 可能计算量有点超高了 对 其他的都不存在这种问题 这个等量关系 非常明确 对吧 一个倍数关系 然后再一个 这个三元一次方式 就解决了 所以我说嘛 这道题放到15题 跟15题放个位置 是比较合适的 比较合适 所以大家说 就这个题也叫几何题 就大家觉得他算几何题 因为不算 对 好 那么基于我们前面 所说的这个部分 我们今天就是对 家长比较关心 对吧 比较关心这个部分 好 所以在这个部分 我们依旧给出一些预测 给出一些预测 所以我们认为比前面要简单半道题到一道题 所以我们给了一个103.5这样的一个分数 然后沃沃和DHR都比较接近 对对对 我觉得都比较接近 就是大家做一个参考 做一个参考 所以比如说你说 老师我就考了 比如说就考了102 对不对 那我这个Amy是不是就不准备了 就不是 就不是 都是有希望的 所以正式的这种结果 一个月之后 正式结果没出来之前 我们都得往下一个阶段去做准备 好不好 好的 所以接下来可能就是比较关心的 我根据我的考试分数 我某一个 我在 我在现阶段 该做什么呢 该做什么呢 好 我们来看一看 首先呢 这个考试结束了 接下来该做什么 不管考试结果怎么样 对吧 这两天先给孩子做几顿好吃的 昨天考完 虽然我没有带到最后 但是看今天那个情况 一定是有孩子肯定是 对吧 高兴着回去 有哭着回去的也有 对吧 有孩子可能会觉得没有达到理想的 就有点伤心 但是不管怎么样 AMC10只是人生的小插曲 还远远 对吧 都谈不上很大的一个 一个篇章 对 所以圣不叫拜不礼 好不好 我们继续 往后看看接下来 可以做哪些事 首先呢 根据这一次的成绩 因为大家 或多或少都拿到成绩了 对吧 那看看那些题目 看看自己做的 到底是说 我这个策略有问题 还是说 我的知识点层面 确实是有很多很多 这个还有空缺的 包括说 我是不是 平时 我只专注在 做题本身上 而没有去关注 我这个考试是有一些 对吧 心理啊 这些东西要调整 确实是有这样的孩子 就是平时考的太少了 就是那个 平时做题那种心态 没有把它变成一个 这个真正零考的一个环境 结果正到考试的时候紧张 对吧 发挥不出来 我理解 很正常 很正常 也很常见 所以首先结合 此时考试的成绩 明确当权的问题 以及我们看看 明年定一下明年目标 目标有了以后 才有节奏 那这个过程呢 就这样说 这个过程 老师我该怎么去明确当前的问题呢 很好 对吧 如果我们自己分析 发现不了问题 或者说没有办法给到一个非常明确的指引 找Sinter老师 对吧 我们待会后面会提供 对应的一些练习方式 所以这是这一块 接下来呢 就是明确目标了以后 接下来努力方向 如果是因为知识层面的问题 有空缺 没覆盖到 及时进行知识的储备 对吧 然后呢 如果是说解题方法 平时自己的那种解题方法 不够效率 那么我们就往更有效 高效的方式 去进行一体多解的尝试 所以这个也是很关键的 然后最后就是刚才所说的考试策略 对吧 我是不是要从头到尾一提一提到 一定是把这题 就是这个做出来了 才做下一题 这个需要一些考试策略的一些调整 所以不管怎么样 我们接下来 对吧 先不管Amy的部分 那么我们如果做下一年的备考 前半年 一般来分成前半段后半段 就是前半段 我们进行系统的 依旧进行系统学习 后半段呢 进行一些复习通词 好嘞 好嘞 OK 所以 哎呀 就这个部分 大家注意 这个分数不是指这一次95分 而是指什么 就是 如果你这次目标再95分 再95分 那么我们会往 会继续说 这个 这个可以往下一个阶段 去准备 像明年的MC10 对吧 如果是95分以下 我觉得是在竞赛的这个层面 学习是遇到了一些问题 那么是否要继续在这个赛道上 继续往前 我觉得是要根据咱们的目标 根据咱们具体的年纪来去看 好不好 所以呢 我们主要关注前面的部分 首先 如果是 这次已经拿到130 那么刚才根据我们的预测 可能是 比较接近DHR 对吧 比较接近DHR 那么这个阶段的孩子呢 我觉得 已经有实力去冲击一下GMO 但是呢 可能离的还有一些偏远 为什么呢 因为 在我们知道A米的这个内容 对吧 它更多的是有12 要考12的这个部分在 所以 MC10考130 再结合了A米的分数 按照去年 当然去年是有点 这个我们都知道 那个分数有点偏高 激高 对吧 所以有到了232分 A米2的那个分数 到232分 才能够 QualifyGMO 对吧 所以再往前面 一般来说都是200分左右 但是 以今年这个情况来看 我觉得200分可能不太够 200分可能不太够 所以 如果真的是要保证 能够去拿到 或者有实力去冲击GMO的话 今年可能A米 依旧是要在 9分10分左右 10分左右 所以呢 在 在这个阶段 再往后 可能就是 你的目标 就是更遥远的 这个US AMO 以及包括 再往后走的MOD 对吧 所以我觉得都是有希望的 那么在这个部分 这个阶段 我们知道 其实 整体来说 你会发现 多数的竞赛知识点部分 你已经都cover到了 那么 你说 竞赛知识点 我都学完了 那下面 下面的阶段 我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呢 这个时候 所谓的体系 就是你的老师 就是跟着一个优秀的老师 是非常关键的 我们称为在那个阶段 叫老师自成体系 你都不需要有任何 成套的教材 就是老师带着你什么呢 去见多而识过 去带着你 见识各种各样的 类型的体育 各种各样的一种比赛 所以最后我们说 这个部分 最后就是拼师资 所以在我们 我们并不是说 孩子你到MC10 M会就结束了 或者MC12 这个就结束了 我们再往后 会有就是更长 或者说 更多的资源 给到大家 首先呢 在这个部分 我们有 对吧 相关的一些集训队 那这个是比Olympia 就目前 这个Olympia E3 更高level的一个 一个阶段的课程了 所以 这部分的孩子 基本上来说 大家能看到 他的这个 首先 这个底子是很好的 对吧 门槛是很高的 这边呢 Amy9分以上 还OK 所以呢 目标也是更高远 那么 老师 也是 大家都知道 对吧 我们这边 稍微有一点点 怎么说呢 这个 这个词用的 有点 有点 有点过 但是全球 我觉得也能撑得上 也能撑得上 我们这边 最想的诗词 首先呢 李秋生老师 然后这个是我们 前国家队的 副领队 然后这个各种的金牌 银牌 就是已经非常多了 然后陈诚老师 应该来说 也是大家都 比较熟悉的 比较熟悉的 在我们 整个 Zinc Academy 这边也是 一直在担任 整个的教练 对吧 总教练 所以 然后还有这个 来自于香港的 库帕老师 库帕老师 是今年加入到 整个 Zinc高中的 集训队这一块 然后也是经验 非常的丰富 而且在香港这边 也是负责 整体的香港的 战队 好 所以这是 这个部分 那么关于 这个课程 如果感兴趣的家长 感兴趣的家长 我们讲座之后 我们可以单独的 进行咨询 好吧 好 那么对于 这个集训队 可能说 我们去年 整个成绩怎么样 首先呢 做一些分享 那么中国队 这边部分 对吧 大家都知道 都是我们在 都是在 赠格学院 然后呢 我们去年 就应该说 今年 今年MO 这个美国队 我们这边 有名学院 带着MO的金牌 然后新加坡 这边有名学院 也是拿到金牌 所以这是 整个的一个 集训队 的成绩 好 OK 来我们继续 继续 我们刚才说了 130对吧 然后可能多数区间 那么 可能还没到130 那怎么办 从记录过在 115到 115分以上 那么前5% 我们 是否 需要去 冲击更高 因为 在很多家长的 预期里面 可能 拿到 A米 这个事儿 就结束了 这个 OK 对吧 因为我们得结合 自身的一个 一个目标 或者说我们孩子 可能还有其他方法 那些发展 所以很好 很好 但是 拿到了115 如果继续要往后 我们需要考虑 哪些因素 对吧 第一个 时间 就是我们每周 孩子有没有 对吧 每天两个小时 左右的时间 两个小时以上 那个时间 投入到数学 的这个竞赛 然后呢 这个孩子在愿度 包括各种兴趣 对吧 包括他的一些 其他活动们安排 对 这个很关键 这个因素 是必须要去考虑 进去的 所以 这个因人而异 因人而异 所以我就不太给 太多的建议在这里 所以 那接下来 如果真要去冲击往后 就是我们为什么 在这里这么慎重 因为大家都知道 越往上 越难 对吧 越难意味着 我们付出的时间 和你收获的东西 这个性价比会越低 举个例子 你可能花了 比如说两个学期 在MC式Camp 就拿到了Amy Qualifier 对吧 但是 当你的Amy 比如说你今年 考了4分 要想到8分 你可能得花一年的时间 或者以上的时间 才能到下一个阶段 才能到下一个阶段 所以我们前面说了 就是你越往上 你要想 你的投入和你的产出 那个效率 是我们需要考虑进去的 所以 如果真想冲击USA建模 我们刚才前面说了 你需要考虑 你的年纪 考虑的意愿 考虑的兴趣 考虑的投入 这个需要孩子 家长 老师 三个方向的一个支持 要有合力 否则的话 任何一方拉跨了 这个部分 可能都上不去 都上不去 坦白讲 在USA建模 这个范围内 有家长会觉得 老师 我孩子可能不是那颗料 说实在的 这个阶段 还没到真正拼天赋的时候 没到拼天赋的时候 可能下一个阶段 我们知道 数学它是讲究天赋的 下一个阶段 不得不承认 我们是有 有天赋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选择在里面 但是在USA建模 及以前 都是靠我们的努力 是能拔到的一个level 只不过是 靠我们自己愿不愿意 好 这是核心目标 那对于我们集训队 对于我们GC的集训队 我们前面也介绍一下 对吧 从这个明年春季的 Ready to go 是成为一个衔接课程 是从小学的五年级 衔接到中学的六年级 这个暑假 所以呢 这是我们称为Ready to go 然后接下来就是 Ear 1 2 3 当然Ear 4 其实就已经进入到 我们GMO的这个 这个范围了 进入到 GMO的这个节奏 所以 这是整个 这个四年计划里面 它的一个目标 那么对于我们 整个课程安排 因为大家 家伦们或多或少 都应该 对吧 都了解 所以就不再多说 还具体的一些 客户作业部分 客户哪一部分 可是维方部分 这都是很悲似的 好 接下来呢 就是每一个阶段 大家会有 老师 我可能孩子是年级比较高 但我可能不能对应 匹配你的年级 那我能不能 比如说 你这边是 7年级 在Ear 2 那我现在8年级了 我还能不能在Ear 2 进学习呢 没问题 没问题 所以这个部分的年级 我们更多的推荐 或者说更多的是 在Sync的学员 多数可能是处于哪个年级 但是如果是 你的年级稍微高于这个 或低于这个 都可以 都可以 所以这是每一个不同的阶段 我们是希望孩子们里面 得一个课程目标 好 所以进入到Olympia这个部分 对吧 Ear 1 2 3 它有什么样的核心的一些竞争力 我相信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第一呢就是 所说的天赋 其实是对数学是比较感兴趣 比较感兴趣的 而且之前参加过这种竞赛 还是比较多 比较多 然后同时呢 要够努力 对吧 够努力 每周投入的这个做题时间 一定要有 一定要有 不光靠课商的一些时间 远远不够 且不说Olympia 就大家想一想 就是在Think的 长期班的 其他的常规课程里面 如果只是靠每周 两个小时 对吧 然后再加上作业 马达马上 我算作业一个小时 一共三个小时的时间 我再算一个office hour 对吧 一个小时 四个小时的时间 能够消化吸收 完全消化吸收掉 这个当节课内容吗 其实不太够的 不太够的 所以依旧要额外的投入时间 投入时间 然后同时呢 具备的一个竞争力 是顶尖的环境 顶尖的说服老师 然后呢 包括我们的 专业的竞赛的教育员 以及和优秀的孩子 在一起 这种竞争氛围很关键 很关键 所以这之前我们有 这个集训队的孩子 怎么样呢 在之前是线上 在线上 然后我发现 因为经常要有一些思维的碰撞 我们就 有一些 就有一些部分 我们就直接把它挪到了 先下放到一个教室里面 虽然孩子不多 对吧 但是呢 他们这种思维火花的这种碰撞 以及讨论 是对于孩子的成长 是非常关键的 非常有用 好 然后就是 这个部分 然后对于不同体系 哪些孩子适合 目前 一二一二三 其实 可能 咱们也都知道 所以这块 我们就快速说一下 如果是这一次 10的成绩 大概是在80以上 那我觉得一二一 是 是还比较匹配的 如果是七年级的孩子 这一次已经达到115 那我觉得下个阶段的 一二二 是可以进入到学习 但因为在一二二的 明年的春季 其实我们基本上来说 不太会有 AMC10这种难度的 内心的体出现 我们更多是在 A米这个方向 所以对孩子来说 还是会有些挑战 然后对一二三的孩子 如果想进入到 下一阶段 一二三 其实A米的分数 6分G以上 肯定要6分以上 对 然后我们会 根本来说 课上的力气 都是以A米的 这种难题为主 好 那么我们目前的 竞赛队的教练 我们就快速的介绍一下 首先A1是我们的 余奥老师 对吧 然后A2就是我 然后A3是赵东老师 赵东老师 这块就大家应该 都有了解 所以就不再一一的 去做介绍 好 那么接下来 就是家长会说 老师我这个孩子 对吧 我都不知道 他有没有数学天赋 但是其实坊间 有一句话是什么呢 就是当家长 问出这个问题来的时候 其实代表什么 就没有 就没有 但是往往的问题点在于 往往的问题点在于 我们要把这个 就是普通的数学 或者是有挑战的数学 也包括数学竞赛 其实要分开去看 对吧 很多孩子 其实数学学 进度学得很快 他能够去完成很多 有挑战的这种数学的体验 但是呢 数学竞赛这个赛道 就是他不见得说 他是他想追求的东西 对 所以我们还是要 就是把它进行 有些有效的区分 所以如果是说 我们的核心目标 只是用A米 对吧 核心目标用A米 去申请大学 首先呢 我们也知道 A米这个量级 你要想纯靠他去 这个打开数学的 打开学校的大门 就不太可能 对吧 不太可能 但是呢 他能够去体现 咱们孩子 起码在数学的 这个水平上 是有持续付出 以及包括 所以说 有一些优势 有一些优势在 那如果是 年纪比较高 或者是有其他 更突出的活动 比如说你的抠领 对吧 很喜欢 很棒 或者是你 你喜欢别的科目 或者上课 或者其他的类型 或者是你有 其他的一些体育活动 那么你在数学上的 一些准备时间 相对比较少 其实Amy Clifford 拿下 我觉得就可以在数学上 有一个 有一个阶段性的 就在竞赛这条线上 就不一定要 继续往前走 所以我们 尤其是高中的孩子 时间相对有限 真的需要合理的应用 合理的规划 所以在这个部分 如果家长有任何的问题 或者说不知道 怎么去跟孩子 就是规划 接下来的这种学习 或者说 这个 这个 这个每个阶段的 学习任务 那么 联系我们 好吧 联系我们 我们也会 对老师主动去找到 OK 好 然后 接下来就是 如果今天没考上 明年怎么办 今天没考上 无关后几个点的原因 对吧 说接到一 接到二 其实 没考上就两点原因 学的不够多 学的不够深 不够多指什么 内容没覆盖完 对吧 内容没覆盖完 那么就要深入的 H8万 那九门曲 这些基本的 MC10的基础的知识点 是否要学完 对吧 所以我们一般建议来说 在八年级之前 要完成这两项 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讲过 对吧 八年级之前 基本上九门曲要完成 所以这道部分 然后同时呢 接到二 就是 你前面 A LGBI和九门曲 知识点完成以后 还不太够 因为这两点的 基础知识点 和MC10要考上内容 概括 还是有一些的 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 对吧 欧拉定理 那在LGBI和九门曲 肯定就不会讲到 对 我们还得去学习 MC10的提醒 和一些解决的 一些思路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会就相当于 进入到了下个阶段 基本上来说 会在 暑假的时候 开始有一些 刷题的 刷真题 这样的一些 事情而开始去 去做准备 去做准备 所以呢 我们刷题 它不是说 把这道题做完就够了 而是说 对吧 我如何在有效的时间内 我做的 比较快 准 准确定的保证 速度的保证 那么这个时候 就需要我们有大量的 对于题目的累积 当你看到一道题 你就知道 你会举一反三 你就知道 怎么样做这一类型的题 然后最后再反补归正回来 然后当你看到 感觉像不同类型的题 但是有同一个通计 和通用方法 这个时候 基本上来说 那就说明 这种类型的题 也是属于吃透 好吧 然后第二个部分 学会从出题人的角度思考 其实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AMC10里面 还不到这个阶段 还不到这个阶段 可能得往后 就是对吧 因为AMC10 它毕竟还是一个 追求效率的一个 一个考试 我觉得目前 而且呢 我们前面也说了 对吧 你可能花了一年的时间 揣摩了上一个阶段的出题人 结果明年考试 对吧 出题人变了 怎么揣摩 没考揣摩了 所以 所以在这个阶段呢 我们其实想说的是什么呢 想说的是 如果是你来出题 就孩子要有这样的思维 就是 我学了这么多 我能不能出道题 考别的孩子 对吧 要有站在命题人的 这个角度 去 想想 这个知识点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考察 哪些地方会踩坑 你是想设置这种坑的 这是我们想要表达的 然后掌握最有效的解决方法 就是我们常说的 一题多解的形式下 我们选择最有解 最后呢 这个时间上 我们是要去有一些规划的 基本上来说 孩子如果前面阶段 掌握比较好 两学期 如果前面阶段 知识点漏的比较多 我觉得三个学期 是比较合理的 比较合适 好 所以前面 前面就说了嘛 这个部分 要么就是考的 就是那个内容学的不够多 要么不够深 所以结合这两个原因 我们去前面提供了 就是分析了 会有这样两个阶段 对吧 所以 不管怎么样 当然可能还会有一些 说考场的心理的调整 我觉得这个原因也都是在的 但是 外面不离其中 我们先把自身的这种工体 打扎实 就不管它怎么考 不管它题目怎么分布 我们都见过 对吧 都见过 所以就 你就不够慌 为什么慌啊 是因为没见过 这里的键不是指原题 而是指 就那一个类型 就真正又 厉害的孩子是 一看到这个题就知道 这道题不用看 这背后一定是一个什么 比如说伟大定理 考察伟大定理 考察什么公式 一看就知道 那就可以了 好吧 好 然后我们接下来 说一说在think的MC10 这个可能之前在实验的时候 有些这样都听过了 所以我们就快速的说一下 首先呢 我们的几个优势 第一个站在初题人的角度 我们会举一反三 我们因为在课上的时候 就是不管是从知识点本身的角度 还是说经常会有一些 我们典型的MC10的题目 一些分享 然后我们也会去 根据这道题 我们去有一些变化 去给孩子们举一反三 举一反三去看到 这个题它有几种变形 对吧 它会怎么变形 每种变形 我们是怎么应对 就是这个 然后第二个呢 是老师会给大家去总结一些 做题的经验 不是说 啊 孩子们 我们今天刷一套题 明天刷一套题 刷完就完了 那刷完题之后呢 每道题 它的核心的解法 它有没有更好的解法 对吧 这是老师会带着行李去做总结的 然后同时第三个就是 Think的内容编排 是非常合理的 大家能看到 对吧 我们前面MC10 这次实币 你们考虑所有的知识点 都对应在我们 这个 Ardra1也好 JOMG也好 还是TEMP里面 都有Cover的 有Cover的 所以前面说了 大家来看一看 这个处理能的角度 就比如说 在这个部分 我们也是体现 咱们课堂上的 对吧 我们李轩涛老师之前 也是作为 AMC10 命题组的成员 所以他非常清楚 就是这个 作为一个命题老师 对吧 怎么样的方式是 是 MC你们喜欢考察的 喜欢考察 所以 我们能看到 在我们课上的时候 讲解这个部分的 这个分解 我们就会把它总结成两个 对吧 要么是SIMBASE 要么是NASIM Excellent 然后大家能看到 对应的考察 题目里面 基本上都是站在 这两个角度 去考察问题 然后同时 总结的一些经验 就大家来感受一下 这个部分 所谓的经验总结 就是我们常说的 刺激结论 这个刺激的结论 不是说 让孩子们怎么样 死记公事 你背着这个结论 就可以了 不是的 而是当孩子们 做了很多的题 老师 带孩子们一起 做了很多 同类型的题以后 孩子自然而然的 在里面去总结 下次遇到这个 我就直接能用这个结论 因为对吧 看到这个条件 我直接就有条件 直接就有结论C 我不需要通过 通过得到一个条件 得到一个结论B 然后再得到结论C 对 这个很关键 好 然后内容这个部分 我们所有的 大家能看到 我们从明年春季MC10 看对吧 那以这个 Number Theory和这个 这个Counting的部分 为主 然后包括有一些 基础的代数和结合的部分 所以全部都会Cover 所以这是我们 整个的内容编排 以及包括我们的 明年春季的 Camp的一个大纲 所以大家能看到 这边比较具体一点 大家能看到四大模块 对吧 然后四大模块 全部都Cover 代数几何 然后输论组合 然后最后呢 这个难度上 明年春季的这个课 难度上我们是 基本上来说 做完解决前十五题 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也知道 前十五题 基本上是你拿奖的基础 我们看了 每次看孩子们 最近的达底卡 对吧 就知道 拿高分的孩子 基本上说前十题 不会错的 前十题不会错 然后就是 中间的那个部分 你现在可能会有 个别的容错 但是呢 那就说明 你想想中间 中档题 留一题容错 但就因为这 你要在后面的难题 拿一题回来补 这个还是有难度 所以 基本上来说要保证 技术体不错 好 那么对于整个MC10 Camp的这个课呢 我们是有 两位 对吧 Camp的金牌教练 首先赵总老师 对 又有咱们的赵总老师 来自于病大的数学博士 这个大家应该都 其实家长们已经比较熟悉了 比较熟悉 对吧 也对于我们赵总老师的这个评价非常好 所以 当然呢 我们 我这边郑重的介绍一下 就是 赵东老师 他的名字是蔡赵东 对 然后呢 我们家长之前说是有赵老师 因为有的时候会跑过来问 你们那个赵老师很不错 我一下就有点懵了 这是哪个赵老师 对吧 是蔡老师 蔡老师 蔡赵东 好 不是赵老师 那接下来呢 我们丹利斯老师 就相信大家非常熟悉了 对吧 非常熟悉了 对 已经有孩子已经跟丹德扫书系学过很多年 而且这一次丹德扫书是作为MC10Camp 作为上一届MC10Camp的教练 对吧 带出了很多学生 这次考试你们也是非常优秀 看这个分子拿到144.5 有孩子拿到非常优秀的成绩 好 然后这是这个部分 然后重点的一些时间呢 我相信这个在咱们官网上也能看得到 也能看得到 然后目前有丹利斯老师 有赵东老师 目前是一个四个时段和两个时段 然后与此同时呢 我们另外一个非常出色的就是杰克老师 相信大家也都认识 然后也在现 在in person 也有一些in person的课 就是是大家如果有in person的需求 也是可以了解一下 我们在周三会有这样的一个时段 所以具体的时段就不再一一期说 那么在这个课程里面我们会提供什么呢 除了一些常规的课程内容 其实我们会还会有一些定期的模考 以及包括整个mc10被考的一个大礼包 给到咱们的家长 好 所以就是整个的报名的链接 我在这边听10秒钟 好吧 然后之后我再继续往前 好的 好 那这个部分结束了 那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 哎 我要回去要分析孩子的问题 但是呢 可能这样在这个方面 觉得需要一些帮助 那怎么办呢 就是对于咱们长期班再度的学员 可以直接在专属的微信群里面联系负责老师 如果发现没有专属的呃 微信群就是要要直接联系收负老师 对吧 可以直接通过收负老师的方式 然后发信息给我们收负老师在那个APP里 然后或者是直接找到在APP里面找到那个 我们的客服老师 然后我们联系拉群 然后同在群里面 我们会根据孩子今年的mc10的考试情况 以及包括平时上课的情况 给孩子一些科学学习建议 所以在这边可以直接 如果没有微信群 直接联系 叫到主任 这边扫码 所以扫码这个就相当于有了什么呢 接下来就直接说一下孩子的呃 mc10考试的情况 我们就直接根据孩子的考试情况 给一些个性化的分析和建议 给到咱们孩子 嗯 好 这是这个部分 我在这边停十秒钟 哎呀 这个十秒钟正好 喝一口水啊 嗯 好的 那如果是没有在咱们长期班里面 就没有办法加咱们的主任 那怎么办呢 没关系哈 就是要想咨询咱们的精彩规划 直接可以这边呃 联系我们的丹利斯老师 然后丹利斯老师会跟大家啊 逐一的去进行回复 好 依旧在这边停十秒 那接下来呢 我们可能就会进入到下一个啊 问答的环节了啊 ok 最后呢 我会停留在这个部分啊 停留在这个部分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 现在我们可以在聊天区里面 那我打开聊天区 大家可以在聊天区里面 99分拿到A米的可能性 是10A还是10B 10A的可能性会更高一些 10B 嗯 我能说5050吗 这个就好像问医生 你这个手术的这个这个概率有多大 对吧 医生都会告诉你5050啊 嗯 但是对吧 99不要放弃说 哎呀 我这个就肯定不准备了 对对对 嗯 呀 我觉得就等待结果吧 也不要去纠结说 哎呀 我好像是过了 没过啊 因为呃 就算是 这么说吧 就如果没过 对吧 没过 咱们就呃 明年再跟就是分析一下具体的是哪些知识点 试看知识点的问题呢 还是说这个考试发布的问题 嗯 对 那如果是知识点东西呢 就看 哎 某一个知识点模块是不是在明年的春季的这个MX10看部里面去其中的去把它学好啊 其实如果今年是就这么说吧 如果99分即使是99分几分飘过啊 几分飘过啊 那在A米里面可能对孩子来说也是呃一次尝试啊 也就是一次尝试 他也没办法去准备很高深的这种A米难度的体验啊 就一次体验那更多的依旧也是下次回来的时候依旧要去准备明年的MX10啊 啊 后续有准备A米的课程吗 有 但这次讲究里面没有放出啊 后续A米课程目前其实我们已经开出来了 就是A米的短期班啊 A米短期班我们这次会开六次课 那六次课呢 会在明年的一月开头 我想想一月十四号那周会直接开放啊 会直接开放 就是会直接开始上课 然后呢 应该这周嗯 这周周五前我们会把这个A米的短期班就直接发到去 里面对 我们会在群里面去通知啊 会在群里面通知 10A139.5 去年A米六分 今年杀机GMO 危险啊 危险 A米六分相当于 去年A米六分对吧 去年A米六分 嗯 二百 一百九十九点五 如果是 如果是这个分数的话 嗯 如果今年的A米和去年的A米一样的分数的话 有点危险啊 明白吗 如果A米只是为了升级大学考过一次A米够了吗 嗯 这么说吧 首先呢 得高中阶段对吧 你得到九年级 高中阶段 然后更多的是要 嗯 就是九年级之后 如果能持续的有这种A米够会更好一些 会更好一些 去年是A多少 嗯 去年是A103.5 嗯 嗯 如果是年级比较低的孩子 其实不太用担心这一点 不太用担心 我看看啊 OK 就是A米短期吧 这个课程我们后后后面会在各个渠道宣传的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 不用担心 然后呢 啊 什么 明年怎么考试对吧 OK 去年A米七分 然后呢 今年A米能拿几分 哎呀 这个问题问到我了呀 嗯 你你得自己回顾一下 今年这一年是怎么过的 对吧 如果去年能拿七分 今年 首先呢 我觉得正常发挥应该不至于比去年差 啊 因为也有在做持续的准备 所以 我觉得还是第一呢 就看你这 今年这 就去年的这一年 有没有为A米去做一些准备 然后同时呢 也看临场的一些表现 所以 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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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难评 嗯 这个我很难认识 好 8年级10A99 嗯 啊 是这样子的 嗯 这位家长 如果孩子 现在已经8年级 10A 今年99分 嗯 不太建议GMO 不太建议去持续往后通了 嗯 如果是明年9年级 孩子能够在A米 看今年的这个分数Qualify的情况吧 如果今年第一分飘过 低空飘过了 明年再考一次 我觉得挺好的 对 如果今年没有拿下 那明年就需要就是真正卢把劲 啊 然后认真的备考规划一下 好不好 然后拿下A米Qualify 其实孩子这条赛道 我就不建议持续再往后了 对 可以去发展一些其他方向的一个 嗯 一个套厂 嗯 这个事实无绝对 首先呢 对 事实无绝对 你要说 嗯 好吧 九年级学 OK 我在往后面 如果是九年级 MC10HR 那必须考一年 啊 首先呢 A米是一个邀请制的考试 就如果你已经A米Qualify了 他一定会邀请你来考试 但是考不考试你的 你自己的 自己的事 对吧 你 你可以期考 可以期考 没问题的 CS方向 我觉得 嗯 看 我觉得不妨看看孩子在A米这次考试的情况 如果她的A米说 嗯 加上MC10 如果能接近200分 如果是九年级了 嗯 九年级有点危险 如果是200 210 那明天可以再冲一冲 看GMO 但是呢 如果你这个目标有点远 对 我就建议呢 他现在相当于有一个 MC10HR 然后A米能够去到八分左右 然后就可以把更多精力放在 这个USACO这个方向 如果是孩子对这个CS很有兴趣的话 我们班上就有有孩子是这样子的 就是在CS方向非常有天赋 也很有兴趣 对 然后目前就是两条路 就是并行走 并行走 MC10HR 长期半网上录像可以 回看头一年 可以 一年的时间 像这种九年级学数据 然后A米十年级就MOP的 这样的孩子呢 基本上来说数学功率是相当扎实的 相当扎实的 就说明 如果他之前去考MC10或者12 他依旧能够拿到A米科的中央成绩 你可能站着想了解一下MOP对吧 MOP就是当我们 我们知道考完GMO和USAMO对吧 他会持续去把前面60名 五年级MC1070分 你不要用只有呀 这个已经很不错了呀 对吧 很不错了呀 我觉得是可以 从长去准备的 首先 孩子在数学上 有持续的这种兴趣和动力 然后我们也愿意去投入时间 我觉得是来得及的呀 前面我说了吗 USAMO这个事呀 他没到拼天赋的时候 没到拼天赋的时候 在online class 对吧 首先呢 year123 这种属于我们称为小班模式 一个班上最多18个孩子 这是一个形式 但是AMC10camp呢 这个班的形式 是和以前双试大班课一样的形式 然后呢 双试模式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主讲老师 比如说刚才的赵东老师和Denis老师 这是一个主讲老师 对吧 那同时班上还会配备一名VIP老师 会全程去跟踪孩子的这个上课情况 以及包括课后的作业完成啊 包括督促他的模拟考试啊 等等各个方面 所以这是一个双试模式 然后在那个班呢 一个班上就相当于两个老师 会去负责28个孩子 对 但是呢 同时就是他可能会有多个 就是这种小的班在一起上课 这样的情况 我相信在Denis老师 应该都清楚 对吧 都是从这个阶段过来的 三连级MC1090到100 哎呀 天哪 这是来 这是凡尔赛的 没有开玩笑 我觉得三连级考MC10 就是这个阶段 说明还是很优秀 但是呢 这个成绩没有办法去作为任何的一个代表 对吧 太早了 一年 他是这样 就是按照每年呢 应该取230 230 就是USJMO加上USAMO 对 所有的孩子加起来是500个孩子 就是美国的 我们认为是美国的前500名 美国的前500名 OK 我不知道这个家长问到这个问题是真的发生的情况吗 如果是二连级MC12有144 我觉得这个问题您已经有答案了 对吧 122的春季 我们会讨论MC1012 还是说A米Level的提 这么说吧 122的春季已经几乎cover了 几乎进入了A米难度 几乎进入A米难度 会带着AMC12的知识点去对表A米难度 AMC10已经不会再 不会再有AMC10相关的这种 这种难度的内心 就基础 AMC10的基础体已经不会再有 OK 错过了JMO 试着冲AMO 所以说试试不绝对 因为我只是从大多数 如果真的从这个教导的孩子来看 但是如果咱们孩子就是真的很有决心 说错过了JMO 然后比如说已经十年纪会就更高了 然后我能不能冲约上M 也可以 也可以 但是他需要投入的时间 对吧 我们需要投入的时间精力 资源 这个都是我们家长需要去考虑的事 不是说 哎呀 我如果单从数学学习的这个角度来思考 我可以说一切就有可能 对吧 一切就有可能 但是呢 事实是这个过程的路一直是上风的 路一直都在 对吧 但是坚持下来的人 风猫灵脚 我们都知道它很苦 对吧 都知道很苦 也都想获得最后的收获的结果 但是中间能够坚持下来的人很少 9年级QA10年级 9年级QA10年级 我建议可以继续考 可以继续考 没问题的 对的 Cutup的定就是按照百分比 5% 按照他说5% 但是他每年都会调 对 GMO多少个人进Mode 这个具体的人数啊 啊 具体的人数 每年不太一样 每年不太一样 GMO进得少 对吧 他的每年莫古招的60个人 里面一部分GMO 一部分USMO 因为他还有一部分单独去 分出来去给 给就是片种女生 对 女选手 在GMO里面 是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要拿到DHR 基本上来说是这样子的 就是大家想一想 就是一般来说 GMO的构成 我以去年230为例啊 基本上说 你的MC10要在130以上 然后呢 你的A米得拿到10分 你A米拿9分 大家想一想 A米如果拿9分 你的MC10得140以上 所以这个就是难度很高 还是很高的 因为 对吧 所以 一般来说的构成就是MC10 就是A米的分数在10分 11分这样子 然后MC10 是在130左右 所以 都得DHR 如果没有拿到DHR 你120的话 你的A米得11分 那这个就不太匹配了 因为MC10拿120 A米拿11分 这个能力体现好像不太匹配 对 OK 首先GMO不是固定的分数 不是固定的分数线 它也是没连着百分比的 所以 所以在去年的时候 大家能看到去年的分数就非常高 对吧 去年GMO 232 236 232 所以我们看看其他加上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对了 如果是有竞赛方面的咨询 就一定要 要记得扫码 要记得扫码 然后这边是我们的课程链接 然后如果是没有群 在Sync没有微信群的 一定没有个人专属微信群的 一定要前面扫码我们的教导主任 好 然后添加进入对应的群 OK Ami 你是Ami Qualify 对吧 你多少个参加 哦 按照比的5% 这个画面 就没数 还是没数 看今天参赛人数吧 对 因为今天把 如果只是算美国本土的话 嗯 啊 amc12的没有 amc12的没有 啊 暂时没有 What's the qualification for year 2 class 对吧 啊 如果是对一二二二个了 感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有一个点对点的诊断 对吧 我会给一套试卷 然后呢 孩子去看一看 这个哪些知识点 是还需要一些帮助 对对对 嗯 一二三的春天 啊 那 对 还是说了那一套 对 A米的课程 啊 A米的课程不用 A米的课程啊 也跟大家说明一下 这三个课程 其实主要难度 还是在前面几题啊 就是 嗯 就是 五六七这样子 这样难度 对对对 其实不 哦 并不 只要是A米 固域了 想要去参加 A米考试 其实都来 都能来上 都能来上 永远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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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都说了 就不管这次考试成绩怎么样 对吧 继续往前学的这个 就不管是竞赛也好 还是非竞赛也好 继续 数学进度 继续往前学的这个 肯定不能挺 这个我们还在继续统计 一般来说 我们要求是 123的这班孩子 因为得他们 完全学完了 123春季内容 然后再去 对吧 对吧 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在去年的时候 我想想 确认是有四位 对对对 USA建模 OK 刷的有点快 对对对 可以可以离开了 如果没有什么 其他的问题 没有什么 其他需要 溝通的问题 你就可以离开 好 然后 这样 我看时间 我们是不是 特别久了 超过了15分钟 那这样 我们 不够 10Camp的这个内容 不够去MC12 因为很多知识点 都没cover到 像三角函数 这个部分 都没讲到 对对对 所以就 还不太够 三角函数 复数 这些东西都没有 在MC10Camp里面 都没有 因为它不属于MC10内容 对 而这边TU 是属于12的内容 对于 你看看 有没有三角函数 其他的有没有 有 前面不是说了吗 复数 对吧 这些东西都会在 不是 不是negative number 是componence number 对不对 这个部分都会在 MC12里面考到点 向量 这些东西都会有 OK 我看一下 进入我的问题 OK sorry 发的点快 我来看一下 其实你要说 有没有重复的内容出现 会有 但是呢 它的方向不太一样 就gomach是按照基础支点 那个部分去把 gomach每一个内容去讲解的 但是真正在 MC10Camp里面 它是按照考试那种形式 去分gomach的模块 去有更综合的 去把知识点结合在一起 所以您可以认为 gomach的本身的课程 它相对是 相对零散的知识点 即使有竞赛知识点 也相对零散 但是整个Camp的竞赛知识点 是综合的 浓意或不浓 AMC12 qualifyAMI 是不是更浓一些 虽然家人都会认为说 AMC12的 percent会更高一些 但是它考上内容也更多 也更难 对吧 所以整体来讲 我觉得从难度上来讲 其实AMC10 是更容易扩虑 Introduction 差不多 在三个卡的 gomach和LPS 那个对标 差不多是这样子 还有可能会低一点 就是对 就是我们的难度可能会高一些 目前28万的可能会高一点 onus 我们是不是要持续 对 持续准备 如果你觉得AMI 就去准备 没问题的 就尝试 OK 不够 AMC12 光在Agebra2 不够 首先呢 跟大家明确一点 明年的Agebra2 我们不再 直接针对于 竞赛了 对 明年的Agebra2 只有一个level 只有一个level 那个level 更多的是 描像课内的 这个进度难度 包括一些 拓展 但那个拓展呢 确实会比向内的 深一些 但是不会去对标 到MC12 那个难度 所以 光靠Agebra2 是不够的 8连级A米 9连级USMO 都来不及吗 首先 这样听我说一下 这个东西来不来得及 都 我们都称为 都来得及 但是这个中间的难度 我们 我前面跟 跟大家也分享了 A米 和JMO 这个中间的差距 其实很大的 但是我 因为我不了解 目前比如说A米 咱们孩子是超过A米 就是A米的水平是怎么样 或者说 MC10可以考多少分 但是呢 如果 刚刚只是A米 Qualify 到USGMO 这个中间的过程 其实是有 两到三年的 gif要走了 因为我们多数是 通过MC10 Qualify的 其实 MC12的知识点 还没有学完 然后呢 竞赛知识点 还没有学完 对吧 A米那些难度的 那个考察的知识点 还没有学完 所以相当有 两到三年 我们在考虑 MC10 但是 我觉得 今年肯定不会有 就是这一次的准备 肯定不会有 明年的话 再做规划 但是 暂时 就没有 没有规划出 对应的班级 所以如果真的 明年有 MC12的话 可能只是 从初期开始的 一些短期的 一些冲刺班 这样子 准备A米的题目 首先呢 如果今年 咱们孩子 第一次尝试 第一 不要给他 任何的目标和压力 第二呢 这个做题 就是A米这种题 往上都有 对吧 就是他可以去尝试 把最近几年的题 拿出来做一做 感受一下 对吧 那个题目 是怎么问的 因为他考察形式 和MC10不一样 他是填空体 所以 所以这个部分 是需要孩子们 他更考察 孩子就是 真的扎实 而不是说像 MC10里面那种效率 就是要更高效 更快速 对对对 他时间 我觉得 你要说足够 我觉得 如果只是focus 在前面几道题 你时间绝对足够的 就是做 能做就是能做出来 不存在说 我因为时间不够的关系 没有做完 就是会就是会 不会就是不会 为什么不搞 12的内容 这个 哎呀 我可以选择不答吗 好像不可以 对吧 这个部分呢 就是明年我们会有 就是我们 我们也希望能够在 暑假的时候去 推出一些12相关的 一些冲刺的一些内容 因为 如果是要弄12 就是要准备12的内容的话 我们首先几个方面 第一 我们自己目前 大部分的孩子呢 还没有到MC12 就是全面的准备 MC12的阶段 第二呢 这个 我们目前的这个 承载资源还不太够 能够同时办 就是10和12 都有很大量的孩子在 对对对 所以我们会 普通会在明年的手下 我们考虑 好 OK 好 不客气 好 如果 咱们还有99 加上在这里 如果 我看看 对 IMC10多少分啊 就是如果比较保险的话 我觉得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真要开始准备Amy 嗯 分这种情况吧 比如说如果咱们真的是已经110以上的这种 就是很明显就是这十一八九已经进了 对吧 那么肯定是开始准备Amy 但是呢 如果咱们是刚好考的那种线上 又很担心 多准备了时间 然后又又顾不上 那我觉得就是可以稍微等等等结果出来 等结果出来 因为不差那一天两天 嗯 AMC10 呃 AMC10的结果呢 官方的结果一般来说会在一个月左右 一个月左右出来 这个孩子一般 USA 几岁 这个就有大有小了呀 这个还真没做统计 啊 还真没做统计 我们小的有 7 嗯 现在就就 USA 新年级 对 差不多 现在是多少 13岁 对 他说的是高考 那那肯定达不到AMC10这个 你就看看 尽量AMC10这些题 对分数线也是一个月左右 就一起出来的 就是分 官方的分数线出来的时候 那那个 就是官方的分数出来的时候 就分数线也就有了 嗯 那可能是 可能是之前老师信息给错了 就 就 就大家来看看AMC10就这个难度 他不可能到高考那一百四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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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题有些是比较接近中考题的 你基本上说也能知道AMI大概是在一个六分这样的一个水平 其实怎么去准备就很简单 就去做之前的题 啊 对 你要说靠两个月的时间去准备呃 或者两个三个月的时间对吧 你能够让这个AMI的成绩突分笼进 这个是不现实啊 这个不现实 毕竟 啊AMI里面的后面AMC10 就是考察的一些12的一些内容 对吧 都没学过 很正常 所以叫什么知己知彼 你得先知道AMI怎么考考什么 对吧 你不要搞得还以为AMI是个是个什么 是个选择题 对不对 那也不对了 嗯 DHR这一次估计在130左右 130左右 嗯 啊 今年100左右 已经上了MC10的长期班 对吧 如果已经上了MC10的长期班 我觉得看回放 孩子几年级啊 你方便说一下嘛 九年级 看回放 往前赶进度 明年暑假的时候 进入到完整的备考 对 在春季的时候 就先把这个事放一放 九年级太关键了 好不好 嗯 嗯 对对对 就不要有太多的想法 嗯 要不然 会得不偿失 嗯 因为说真的吗 就是如果 对 Olympia班会通知AMI 会的 然后 嗯 好 就是刚才加上已经 已经解决问题了 有没有问题 如果刚到HR AMI的合理预期 对吧 刚到HR 合理预期 四分 四到六都有可能啊 四到六都可能 看发挥情况 因为 有些孩子对 部分知识点 就是很明显是 有提醒学过的 对吧 有提醒学过的 比如说像什么 即使 比如说我带E2 即使同一个班 有些孩子像 往后的什么 三角函数呀 向量 负数 这些东西全都学过了 对不对 那其实AMI的 明显就会更有优势 哎 有些孩子是 三角函数 才刚开始接触 对对对 这个就明显的 就会就会 AMI的分数 就会低一些 所以我觉得 嗯 根据孩子 自身的情况 去看啊 自身的情况去看 嗯 一般来说四到六 是的 AMI会有 AMI就 就是因为AMI的 呃 大家都考同一张试卷 你MC10和12进去的 都一样 啊 所以他会有12的支持点在 后来USGMO的孩子 一般几年级开始AMI 对吧 几年级 嗯 这么跟你说吧 目前GMO的这几个孩子呀 嗯 有不同的类型的 有比 很早的时候 就已经在 AMC10里面 拿到很高的分数 有孩子是属于 就是 就是 勤奋型的 就是通过多次 很早就进入 但多次 不断的尝试 然后终于拿到了 USGMO 对对对 又考了三年 拿USGMO 对对对 然后有孩子是第一次尝试 就就已经到了 所以你就能感受到 不太一样 就大家的策略啊 以及基础 不太一样 所以 一般几年级开始 我这个很难给你一个明确的 这个 一个标准吧 但是 嗯 就是6到6到7年级的 6到8年级 第1次的 对 对 5年级 好的 那 A米考点在哪 原则上是这样子的 就是A米10考点在哪 A米考点就在哪 A米是邀请制的 就是那个机构 他必须得办 A米 就是如果在那个考点已经 A米 它是 它是会办 A米的 它是会办A米的 如果他不办 对 他会 按照要求 他是会把孩子进行transfer 到另外的考点 多少年 这个我怎么说呢 啊 Think会有的 Think会有的 GMO到Move 这个有 有孩子可能 一般来说 GMO要跨过USAMO 要到Move 一般来说可能 一到两年 两年 但有可能有孩子 花了三年也没进 所以到那个阶段就结束了 也正常 A米的课 我们到时候会宣传 会通知 会通知 四年级怎么搞输尽 目前在MK对吧 然后 几年级MC8 目前MK四年级的话 五年级 我看他的知识点 就是 看他的知识点 MC8的话 我觉得五年级 就可以开始尝试了呀 五年级尝试 六年级就出成绩呗 对对对 对 学完Pro Algebra 是的 知识点 基本上说Cover完 但尝试 我觉得五年级可以 对对对 就是不要等到 一定要出成绩那一年 才去做第一次尝试 就不要拖 对 早点让他接触 都考考挺好的 好 那这样的话 现在已经 这个 拖了半小时 就 又还有 这个 还有同学 不断地在进来 那这样 我再等五分钟 如果五分钟之内 没有新的问题 我们就退出了 好不好 谢谢大家 OK 再见 谢谢 不客气 再见 再见 不客气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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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客气 五连期考MC8达到什么成绩 才说明有潜力有数学天赋 有数学天赋 五连期如果是第一次 15题以上 15题以上 对就六连期的时候 你基本来说如果真的六连期的时候 你都得 你不说满分那么高吧 2023题是要有的 对就在数学上 如果第一次参加 因为如果是没有做什么准备第一次参加 如果是有准备第一次参加 基本上说有比18分以上 好的 随时加拿门陆续的离开 那我们就到这 对了 我看到有家人们还在问西雅图的成绩 对吧 西雅图成绩应该邮件应该在陆续的发送 所以家人们也不用着急 然后如果有什么问题 可以直接去找我们 找老师们 好 那么今天咱们的这个讲座就到这里 谢谢家人们 好 再见 好 拜拜 再见 再见